注意看 眼前的女人双手张开 随后 一把40米长的大刀从她的胸口处被拔出 这把刀甚至还残留着她身体的余温 这一招名为 奶香的一刀 据说见过这一招的人 无不贵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大喊 快看我快看我求求吧 小美二人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到期举办的 第一百科神之眼狩猎仪式的现场 见到了雷电将军 小卡拉米两手一挥大笑着说 让我看看这第一百个倒霉蛋是谁 哈哈哈哈 小美定睛一看 这小黄毛 这一身霹雳火造型 这特么不是那个地头蛇托马吗 这就好比你走在路上 发现路边有警察在扫黄打飞正义执行 你凑近准备看个热闹 突然一个人直接冲上来抱着你哭 边哭边喊 兄弟就无我被警察叔叔逮住了 我只是不小心找了个认识 还不到24小时的女朋友而已 我保证以后慢慢认识她 这时突然天色巨变 只听见雷电将军转头大喊 五十一道 行刑 只见他右手一开 正准备正义地没收地头蛇的作案工具 小美大惊失色 这玩意儿还能没收的吗 随后大喊住手 然后一个九天雷霆双脚灯 红半空中夺下托马的神之眼 雷电将军直接看傻眼了 五天之下 我雷电将军说一居然有人敢说二 随后小美一个剑步冲向托马 刚准备解开她的手铐 突然一道电光袭来 二人抬头一看 小美大叫 我透了 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 托马直呼别打岔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这是太空步的 随后雷电将军面无表情地说 没有神之眼却能驱动元素力 已是个例外 是永恒的敌人 只见雷电将军缓缓地从美丽的胸口出 拔出一把四十米长的大包 随后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雷电将军斩出一刀 这一刀直接将小美拖入另外一个次元 这个次元名叫二次元 只见地面一阵 随后一个个鸟居屏蔽而起 只见另一个雷电将军保持着打坐的样子 背后一轮红月鲜艳舞 此时雷电将军两眼一睁 小美一个祖传密集阿尔法突袭冲了上去 雷电将军只是一挥刀便结束了战斗 小美表示 我起了 被一刀秒了 随后瘫倒在地上 幻境也在此刻渐渐崩塌 回到现实的小美一动不动倒在地上 随后小卡拉咪熟练地冲上前去两手一按 随后大喊还有呼吸人还有救 宝大还是宝小啊 扑马大喊 还哥那宝大宝小啊我的小祖宗 先逃命要紧了 随后触发了五层血怒的雷电将军狂缓走来 吓得小卡拉咪直呼 救命阿杀人拉雅灭迪奥内盖伊 只见雷电将军双手举起40米长的大刀 大喊诺克萨斯断头台 刚准备劈下去 此时托马一个贯穿死级之枪 吓得雷电将军刀挥歪了0.1公分 正好将小美推向托马的身边 托马是个聪明人 一看小美到手了 直接开着急跑揭掠使者借涡轮炼金罐就是一个班林飞度 话说这一套联招怎么这么熟悉 三人逃跑速度太快了 年纪不过几千岁的雷电将军表示老了追不动了 随后发布全程通缉令 在全程追捕下 小美三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呢